這張圖片是否很漂亮呢? 我打算現在的星雲有時的圖片 會找一些我生活上看到的比較特別的景物 或者用一些我都很喜歡的圖片做一個圖片 和大家會有一個比較個人的交流 以為只擺放一個塔千年齡星座穩劑 我覺得這個做法挺特別的 希望大家喜歡 好了 延歸正傳 其實還未完全正傳 第一 有兩個好消息 第一 就是我以前的塔千年齡星座穩劑 還未一個月兩次的 初一新月和十五滿月 但之後因為一些因素 十五滿月就停了 但是現在呢 基於香港也是一個局勢很動盪 風雨飄搖的時候 人心惶惶 我打算多些禮物的時候 和大家去派一個定心願 去安撫一下大家的心靈 所以呢 接下來那個十五滿月又會開始翻 即是一個月會做兩次的星雲 第二個好消息也是差不多的 記不記得去年我曾經有個post說過 因為我算中了一個客人去買六合財 他真的中了議獎 然後封了一封大禮士給我 是的 我都說那個錢我一直要去回饋香港社會 這個我生於私 獎於私的地方 然後但是都一直時不我遇 苦無時間 但是我最近是有空了一點 那更加上呢 講多一次 因為香港真是很不穩 是的 人心很不穩 經濟很低迷 是的 所以如果不趁這個時候 去免費跟大家指點迷津 那還趁什麼時候呢 是的 所以完全就是 我完了這一期 白羊座新月的這個星雲 我很快就會在Facebook IG公佈了 就會進行那個二尖 請大家密切留意 還有多多廣傳 因為我都很希望可以幫到 不單止是你們 還是你們身邊的朋友 OK 現在真的言歸正傳了 水瓶座 在這個農曆的三月 伴隨著白羊座的新月 你們的運勢會怎樣呢 首先special mention一下 水瓶男 如果你們是水瓶男仔的話 你們小心你們的份工 很容易會犯滿不保 被人炒的 這只是為水瓶男 好 另外對於所有水瓶座來說 我想說 你們會比較容易惹到是非 是的 那 即是別人說一下你們 或者會孤立你們 是的 即是會有一些小圈子 這些 就是這些八公八婆的東西 這些八八掛掛的東西 圍繞著你們 你們要小心 是的 但是 你們又不要太過extreme 就一次過 即是全部人都不相信 去防備他們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同時 原來你們的生命裡 都有一些人 其實他們是給一些金玉良言 他們是帶錢入你袋的 有些東西是幫助你 還有這些東西是挺實在的 是的 可能他給一些很好的advise 或者他真的送一些很實際的東西給你 是的 不是說怕肩膊 說聲加油 不是這些那麼cheap的東西 而是有一些比較實質的援助 是給到你們 但是呢 你們又會太過一意孤行 是的 你們是拿不到別人那份大禮 是的 所以這個農曆三月會發生了這樣的狀況 是的 是的 第一就是再說一次 不能夠廣立忠言 不能夠廣立別人好的advise 或者別人真的有些去幫你 是的 你們會有一點良心當狗肺 是的 良心 良心還是狼心 良心嗎 良心是嗎 良心當狗肺 OK 第二個 也要小心一些是非的東西 是的 所以我覺得是比較 我覺得兩邊其實是比較extreme OK 一邊有人想幫你們 一邊有人想害你們 都好像挺煩 OK 希望你們可以學會出急避空 OK 還有 講一講 尤其是如果是幫你們那些是甚麼人 OK 幫你們那些應該是女性 而且她應該是挺漂亮的 會很有女性味 或者就算她不漂亮 但是她的身材也應該會挺好的 是的 我告訴你 就算你是水平類也一樣 是的 我當你有一些女性的朋友 尤其是一些漂亮 身材好的 朋友 一些閨物 其實他們都會幫你的 是的 只不過你願不願意受就是另一回事 就是另一回事